你在生活中碰到过爱占小便宜的人吗 就是那种上下班有点顺度 就来蹭你的车 让你载他一程 你去买东西的 他让你带饼饮料或者带份饭 但就是不给你钱 借你东西呢也总是不还 等等 就拿上下班蹭车这个事情来说吧 如果是一次两次爱那也是无所谓的 但有些人呢真的把你当免费的司机啊 觉得你反正顺度不做白不做 对你也没有丝毫的感激之情 甚至还跟你提前预约啊 今天要早一点 明天要晚一点 如果你迟到了呢 他心里可能还会不高兴 觉得你耽误他事 但如果他迟到了呢 你就得在那乖乖的等他 这样的人你说气人不气人吗 如果你也碰到过这种 总是爱占小便宜的人 觉得直接拒绝他 有可能会伤了大家的和气 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今天这个节目你就一定要听完 我送你两个不伤和气的小绝招 专制这种爱占小便宜的人 第一招叫做以牙还牙 别人为什么总是会想着占你的便宜呢 因为你让别人觉得在你这占便宜啊 他们不用付出任何的成本 不占白不占 所以你一定要改变别人心目中对你这种印象 你要学会让对方为此而付出代价 比如他来蹭你车的时候 你可以对他说 哎呀 今天天气有点热有点渴了 你去买两杯饮料吧 不管他花了多少钱 你也别提说爱我把钱给你这样的话 我要让你为了来送我的车而付出代价 在平时呢 你有事没事也要想办法占他的便宜 哎呀 今天中午有点忙啊 你去吃饭的时候帮我带饭饭吧 他带了饭之后呢 你也别给他钱 哎呀 我有份表哥来不及做 你帮我做一下吧 我楼下有个快递到了 你帮我去拿一下吧 三两次下来 他再也不会来占你的便宜了 原则上就是他占你多少便宜 你就占他多少便宜 这叫做以牙还牙 第二招叫做借钱 谁都怕别人向自己借钱 哪怕是三五百 所以如果对方老是来占你的小便宜 或者经常对你做一些过分的事情 你就直接开口向他借钱 小丽啊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哦 先借我两万块钱 等我手头宽裕了之后我就还你 没有两万啊 那借我一万也行 一万也没有啊 那五千总有的吧 什么你要跟老婆回去商量商量 哎行吧 那我等你消息啊 如果以后他不再来占你的小便宜了 比如他不再来蹭你的车了等等 你也别再向他提借钱这个事 他估计见到你啊都会绕着走了 避免和你接触 因为怕你啊 又向他借钱了 那有人可能会说了 那万一他真的借了你两万怎么办 那接下去你就有两个选择了 一个选择是把这钱从银行赚点利息 他占你便宜了 你赚他利息心里至少也能平衡一点了 另一种选择就是继续向他借钱 过两个月再向他借两万 一直借到他拒绝你为止 等他拒绝你了 不断时间把钱还给他 他十有八九就不会再来占你便宜了 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开口 他都能这么好意思来占你便宜 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 那总之一个原则 你要想办法 让占你便宜的人付出一点点的代价 他就再也不会来占你的便宜了 好了今天给大家讲了 怎么对付爱占便宜的人的两个方法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很多内向的人都认为 自己的能力是受制于自己的性格 其实内向只是一种性格特质 而不是一种问题特质 就更多了 他们会议 并非